空拍機緩緩升空 一旁的學員全神關注 緊盯著無人機 重遊科大赤之百萬 建置符合民航局考照規格的 無人機標準練習場 基隆因為地形的特殊性 我想無人機比其他的縣市更重要 因為這個可以空拍 那對於軍事用途還有民用途 還有一般我們的山坡 我們人走不到的地方都可以利用無人機 甚至於我們的海巡署 在基隆的話這個也有它的特性 不管是我們的一般的漁民 或者是軍用部分的話 無人機都可以達到這些功能 所以我想無人機在基隆的發展 應該是比其他縣市更行重要 所以我們重遊引力科技大學 接下這個任務 也感謝政府相關單位給我們的支持 我們也是努力的投注我們的資金 開訓典禮上不少學員滿心期待 尤其是過去基隆欠缺 專業的無人機練習場 人才培訓更是受限 未來也會從農藥這方面 噴灑農藥這方面來發展 畢竟也當作一個斜槓人生 副業 因為畢竟我的老家在嘉義 很多同學都是務農的 就由於有這個商機 自己也認為有這個商機 所以也就來參加這個班隊 那是不是對以後的運用 跟以後的發展 那再做一個規劃 除了培訓專業的人才 這塊專業的無人機練習場 將與基隆各級學校合作 作為訓練和實用的基地 整個無人機它是結合個數位科技 整個未來的產業 那我們希望基隆的這個 從幼引力科大能夠向下 跟國中國小端合作 我們希望學生可以提早 做一個適性的學習 那我們希望能夠組學生的 無人機社團跟從幼合作 那未來讓學生提早認識這個產業 那這個無人機的產業 其實在這個台灣是非常的蓬勃發展 那除了說軍用的部分之外 還有民用的部分 譬如說噴灑農藥啊 或者是巡山巡海等等的 那像我們市政府 其實產發處這邊 在做巡山的時候 就相當倚重 無人機空拍下的這個專業 那我們也期待 這個無人機訓練班 以後畢業的學員 能夠投入到這個產業去 除了操作無人機之外 還有包括無人機的維修 檢疫的維修 基隆是少數 沒有無人機考場縣市 在建制完成 符合民航局標準 無人機練習場之後 從幼科大 下一步將向民航局 正式申請成為 正式無人機考場 讓基隆在地的考生 不用大勞員 跑到其他縣市考試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